11月31号,校长邱勇在公子厅会见了来访的智利卢克西奇集团董事长安东尼克·卢克西奇一行,就深化双方交流合作进行了会谈,副校长杨斌参加会见。 在会见中,邱勇对卢克西奇一行来访表示欢迎,并介绍了清华大学在国际化发展方面的最新进展。 邱勇表示,清华期待与智利高校、民间机构、地方政府间的合作进一步丰富和深入。 卢克西奇表示,作为清华大学在智利交流合作的亲密伙伴,他和集团将继续大力支持与清华的合作项目,拓展合作形式,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。